前面我们学习了以公允价值为基础计量的非货品资产交换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种情况 以账面价值为基础计量的非货品资产交换 我们前面讲过什么情况下以账面价值计量呢 那就是当非货品资产交换不满足我们前面所讲的公允价值计量的条件时 也就是第一如果非货品资产交换不具有商业实质 那么就不符合公允价值计量的条件 则按照账面价值来计量 第二或者说虽然具有商业实质 但是换入资产以及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均不能可靠计量 同样不满足公允价值计量的条件 则应当以账面价值为基础来计量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账面价值为基础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分两种情况和前面一样也是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不涉及补价的情况下 那么这是最基本的道 没有补价 第一对于换进来的资产 因当此时应当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 加上进入换入资产应支付的相关税费 和前面相比 其实就是把公允价值改成账面价值就可以了 因为此时不能以公允价值计量 所以我们直接以账面价值计量 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请注意和前面公允价值计量不同的是 在以账面价值计量的情况下 对于换出的资产在终止确认时 不确认损益 视同为相当于按照账面价值直接击转调 而不是视同销售 所以是不确计损益 注意和前面不同 第一点换入资产成本 不是以公允价值计量 而以账面价值计量了 这是不同的地方 第二点最大的不同 那就是对于换出的资产不确计损益 我们直接视为按照账面价值截转调就可以了 下面给大家举个例子 贾公司是一家制药公司 因经营战略发生重大转变 将专注于疫苗的生产和销售 其拥有的一项生产抗生素的专利权 难以满足新的经营战略 乙公司也是一家制药公司 正在开展一系列抗生素发明的新业务 2022年3月30号 贾公司和乙公司协商后决定 贾公司将其堪生素的专利权 专业给乙公司 而作为交换乙公司 也将其刚申请专利的一项传染病疫苗配方 专业给贾公司 由其进行生产推广 当日贾公司换出的堪生素的专利权 占面价值4500万 其中原价6000的 以及摊销1500 乙公司刚申请专利的这个传染病疫苗 已经转为无形资产 占面价值是5000万 尚未进行谈销刚刚转为无形资产 另外 假设两项专利权的 供应价值均不能可靠几两 那从这道题可以看出 贾公司和乙公司所交换的 这个非货民资产 供应价值均不能可靠几两 所以不得按照供应价值几两 而是应该按照占面价值几两 假设整个交易过程当中 没有发生相关税费 双方取得专利权 仍然作为无形资产进行核算 那下面我们分别看一下 假以公司怎么样进行账务处理 本地中等格资产交换没有涉及补价 没有涉及到收付货币性资产 属于典型的非货币资产交换 不用判断什么25%之类的问题 另外呢 由于交换的两项专利权 公司价值均不能可靠几两 所以应当与账面价值几两 同时换出资产不确认损 这个是分析一下 那接下来就是两家公司 分别怎么样进行账务处理 先看假公司 假公司换进来是 传染病疫苗的专利权 借无形资产 按照换出资产的扎面价值 换出资产是一个 堪生素的专利权 那这个扎面价值是4500 合在一起4500 所以直接就按照4500截转 那其实对假公司来说 这个堪生素专利权 也就是正好按照 扎面价值截转掉 借了集团销 1500带无形资产6000 所以没有损益的问题 同理一讲 乙公司也是如此 乙公司把这个疫苗 专利权换出去了 换了一个堪生素 专利权进来了 换入的资产成本 堪生素的专利权 等于换出资产的扎面价值 换出资产是 传染病疫苗 它的扎面价值5000 还没有摊销 所以直接按照5000 另外这道题 也没有什么税费 所以就很简单 因此我在这说明一下 其实 大家重点掌握前面的 以公允价值为基础 伎量的非货民资产交换 包括设计补价 包括多项非货民资产交换 张面价值相对来讲 比较简单一些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种情况 设计补价的情况下 那设计补价 其实和前面方法是一样的 在计算换入资产的成本时 需要根据这个补价进行调整 收到补价要减去 支付补价要加上 同样的在即使涉及补价 对于换出资产来说 都是不确认损益的 下面我们首先看 括号一 支付补价这一方 张在支付补价这一方来说 换入资产成本等于换出资产 扎面价值 这和前面一样 扎面价值 然后呢 因为涉及到补价 所以呢 还要在收到补价要减去 支付补价要加上 但是关键的问题来了 考点细节问题来了 我们要加上的支付的补价 是按照扎面价值直接加上去 支付的补价也可能有公寓价值 那么这样算的时候 要按照扎面价值 那么问题来了 怎么去理解它 为什么按照扎面价值来算 我们前面讲的都是支付补价 收到补价都是按照公寓价值 那在这儿呢 为什么涨面价值 这是因为我们现在是以涨面价值计量 包括换出的资产是不确认损益的 直接按涨面价值结准 包括支付的补价 支付的补价也是我一笔代价 也是以涨面价值结准 就是我下面所写的一个理由 支付的补价也必须要按照涨面价值结准 所以这一块就是直接以涨面价值来计算就可以了 那这一块怎么去理解它 什么叫支付补价的账面价值 首先要请大家回忆一下我们前面所讲的补价 补价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货币性资产 那么货币性资产如果是银行存款的话 其实没有什么账面价值公寓价值区分 肯定都是一个数字 但是支付的补价 虽然我们前面举的很多例子 都是说是银行存款 那是简单的说明这个问题 这个支付的补价 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支付的货币性资产 那么这个货币性资产 除了银行存款之外 还包括比如说 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之类的 假如我们这道题 对于支付补价这一方 把他资产换出去之后 另外还支付了一个补价 他那是他什么呢 比如假定是什么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他有个应收账款呢 实际上也就转让给对方了 这就是算补价补给对方了 这个应收账款呢 请注意 账面价值啊 比如说账面价值 我这个应收账款 账面价值是一百万 一百万 那么公允价值呢 可能是九十万 那假定是市场价值九十万 那么今天我在算的时候 对我来说 我相当于两个资产换出去了 一个是换出一个资产 另外一个补价 两笔代价 都必须按照账面价值来算 所以这个应收账款 急转的时候 直接在应收账款 如果有货带准备 也把货带准备要截掉 那就是按照账面价值 直接截掉 没有损意 这个应收账款 截转出去 没有损意 和前面换出这个 换出的这个资产 一样 都是按照账面价值 截转 另外有税费 加上相关税费就可以了 好 是支付补价这一方 下面我们再看收到补价这一方 收到补价这一方 换入资产成本 等于换出资产的扎命价值 我举例再说 比如我们前面 假公司是支付补价这一方 假如这是支付补价这一方 把一个A 加上一个应收账款 加上这个应收账款 把它换给谁呢 换给乙了 乙呢 是给他一个B B 这样一个非货币资产 那等于对假来说 相当于支付的补价 他不仅除了A换出去 还有一个应收账款 也换出去了 那么这个应收账款 就是这个补价 这个换出的资产 就是这个A 换进来是什么 换进来是B B的入资价值 等于A的扎命价值 加上应收账款的扎命价值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 收到补价这一方 收到补价这一方 那就乙公司了 乙公司换进来是什么 换进来 我们刚才这举的例子 换进来相当于是 有两个咯 一个是A 还有一个收到补价 那么换进来的 这个A的入资价值 换进来A的入资价值 等于换出的是什么 对他来说换出的是B B的扎命价值 扎命价值 减去应收账款 他不是收到了一笔应收账款吗 减去应收账款 注意注意 公允价值了 为什么 这一句叫公允价值 刚才前面叫扎命价值 对贾来说 他把应收账款 结转出去 按扎命价值结转 这肯定是对的 不算损益 按扎命价值结转 但是对仪来说 他不一样 他今天是取得金融资产 对仪来说 他是收到两项 是不是 对我们刚才写的这个非货民资产交换 以把B换出去以后 获得A 获得贾的一个是A 一个是应收账款 这个应收账款呢 在贾的角度是扎命价值是100万 公允价值是90万 我假定的 那么今天对仪来说 他收到这个金融资产了 这个应收账款了 那么他收到这个应收账款 他要按照公允价值入账 这是为什么 对仪来说 收到这个补价 比如是应收账款 那就相当于取得一项金融资产 应收账款属于金融资产 对不对 那么金融资产 还是我们前面讲过一个道理 要按照什么 按照公允价值入账 所以对仪来说 他在计算室 要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因此在换出资产 账面价值的基础上 收到补价要减去 并且减的是公允价值 那是我刚才讲公司 支付补价的一方 不同的地方 他是按照账面价值的阶段 他不能按照公允价值算 因为他不能算损益 在账面价值计量的情况下 换出去的A 不能算损益 换出去的应收账款 也不算损益 这两个都不算损益 对仪来说 他所换出去的B 其实也是 对仪来说 他换出去的B 也是不算随意的 所以对仪来说 换入的A 等于换出的B 也算扎面价值的结果 但是收到的补价 他要确认 对仪来说 他收到的 所以他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所以减去收到补价的公允价值 税费 那都一样 换进来的A 如果发生相反税费 该多少 那就是加上多少就可以了 好 这是在以账面价值计量的情况下 涉及到补价 支付补价这一方怎么做 收到补价这一方怎么做 其实关键就是这个补价 支付补价这一方 在算换入资产成本时 是按照支付补价 扎面价值计算的 收到补价这一方 他不一样 他收到的是金融资产 他必然是按照金融资产的 公允价值入战 所以我换进来的 对仪来说换进来什么 换进来一个是A 一个是应收账款 他换进来的是不是 他按照什么性格入战呢 对他来说 A在入战时 要不按照换出资产的B 把应收账款 公允价值剔除掉 为什么要剔除掉 因为这个应收账款 是属于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单独按照什么金额算 按照公允价值算 所以那就把它来一块 给剔除掉就可以了 主要是掌握这两个问题就行了 好了这一块呢 我就不再举例子了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因为我们的重点是 公允价值计量 那占命价值计量 主要是掌握刚才强调的 这个补价的问题 讲完这一些呢 我下面给大家归纳一下 当项非货民资产 在交换时 涉及补价的情况下 收到补价企业 支付补价企业 分别怎么样进行会计助理 那实际上是把 今天我们这一节课 扎命价值计量 和前面上一节课的 公允价值计量 全部放在一起比较 其实也是对我们这一章在做归纳的 对于非货民资产交换 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公允价值计量 第二种情况是张面价值计量 张面价值计量 那么我们先看公允价值计量 公允价值计量的情况下 又分两种情形 一种情形直接以换出资产的 公允价值计量 第二种情形 大家说是什么 以换入资产的 公允价值计量 先看第一种情形 以换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 为这个公允价值计量 对于支付补价企业来说 两件事情 每个人其实公允价值计量 情况下 就是每个人都是两件事情 是不是 比如我们看支付补价企业 第一件事是换入资产的成本 等于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 加上支付的补价 其实我前面给大家归纳过 收到补价要减去支付补价要加上支付 你把两个人的公式放在一起 其实他们的区别就在这 其他都是一样 有税费算上税费 好了 那其实我就横向的可以把支付补价企业 和收到补价企业 这两个人都一起减掉 再看他们俩的第二件事情 他们俩都有两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换出资产的损益 等于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 减去他的账命价值 再减去相关税费 对于收到补价企业来说 其实完全一样 所以我们通过这张表 在前面每一个问题的基础上 我们再通过这张表归纳一下 整理 把这个内容再整理一下 提念一下 然后这是第一种情形 以换出资产公允价值为基础计量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种情形 如果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更为可靠 则以换入资产公允价值计量 此时对于这两个企业来说 支付股价企业和收到股价企业 我们分别比较一下 第一步计算换入资产成本 其实发现都一样 因为换入资产公允价值更可靠 那你在算换入资产成本的时候 那还算啥 不就是他自己就行了吗 所以这个问题就更好理解了 然后有税费加上税费就可以了 无论是支付股价企业 还是收到股价企业 第一步在算换入资产成本时 这个公式都是一样的 然后第二件事情 换入资产损益 由于换入资产公允价更为可靠 所以我们在算换出资产损益的时候 直接以换入资产公允价 这为技术来算了 同时要注意补价 收到补价要加了 一角度不同了 我们一直在说 这个算的对象是损益了 这个时候口诀跟刚才是反的 收到补价要加 支付补价要减 其实这两个合在一块什么呀 就是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 对于收到补价企业来说 这个合在一块也就是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 可以替代的 因为换出 因为换入资产公允价更为可靠 所以我们在计算两个公司的时候 第一件事换入资产成本 第二件事算损益的时候 都以谁为标准啊 以换入资产的公允价为标准 所以此时需要调整一下 有补价的情况下 把补价调进去 支付补价 其实要减掉了 收到补价 这个时候要改为了 都改为加了 好了 那么其他的有税费 减掉税费 这都是一样 这就是给大家归纳一下 好 这是第一种情况 以公允价值计量 接下来就是我们刚刚这几个学期的 张命价值计量的情况下 对于张命价值计量的情况下 他们都不确认损益 只有一件事情 那就是计算换入资产成本 等于换入资产的张命价值 然后怎么样 不同点来了 对于支付补价其来说 要支付补价要加上 加的是张命价值 收到补价要减去 减的是公允价值 减的是公允价值 因为他对这个收到的补价 单独以公允价值计量 他没有张命价值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对于收到补价的企业 是对方的应收账款 对方的应收账款 是对方的张命价值 对我来说我还没有 我之前都没有这个金融资产 我有什么张命价值 是不是 我今天敢取得 我取得以后 我就按照今天的公允价值入战 这才是我的张命价值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此时 他不存在张命价值 你说减去收到补价的张命价值 哪有张命价值 张命价值 人家的张命价值 你的张命价值 跟我的张命价值 那不相干的事情 是不是 比如打比方说 你一个固定资产 原值一千万 折旧三百万 张命价值七百万 然后今天卖给我了 比如卖给我卖了九百万 那我买来以后 我就是光允价值九百万 我就张命价值九百万 那你是 你是原值一千万 累计折旧三百万 张命价值是七百万 所以你是你的张命价值 我是我的张命价值 这是不阳刚的 那么对于收到补价企业来说 今天我收到这个补价 它不存在有张命价值的概念 市场 它刚取得的时候 按照光允价值入战 从此这个光允价值 就是它取得时的张命价值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好 那这个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回答一下 就是说都不确认损益 所以这就不写了 好 那么到这为止呢 实际上我们讲了一下是 张命价值计量的 为基础的 单向资产 在进行会计处理时 单向资产非货品资产交换 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讲完这个以后呢 和前面公共价值计量呢 做了画了一个表 归纳了一下 接下来 同样是第三件事情 在张命价值计量的情况下 也有可能会涉及到多项资产 就像前面举的例子 假公司和乙公司是多对多 假公司将ABC三项资产 与乙公司D和E 两项资产 进行非货品资产交换 但是又不满足 货品价值计量的条件 所以只能按照张命价的计量 那么此时 第一件事情 对他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关键是计算 换入资产成本 那怎么算呢 第一步 第一件事情就是 确定各项换入资产的 出支计量金额 我假公司ABC三项资产换出去 换进来是D和E两项资产 那么对于换入的多项资产 就是以前面举的例子来说 D和E两项资产来说 此时应当照 各项换入资产的荒云价值 回忆一下前面讲的题目 我们简单说一下 假公司是把什么 假公司是把A B 还有一个C 换出去 这么三个资产换出去 与以公司的什么 D 还有是E 两个资产进行交换 两个资产进行交换 那么我们今天是站在假的角度 站在假的角度 对假来说换进来是D和E两项资产 那么两项资产按什么金额入战呢 是不是 因为我们换进来以后 要分别确认D是多少 E多少 那此时应当照换进来的D各项资产的供应价值所占的比例 什么意思 那就把D比上D加上E 这是谁啊 这就是D所占的比例 然后乘以什么 乘以换出资产的当面价值总额 谁 那就是我换出去的是A加B加C 是不是 A加B加C 大家想一想 如果把ABC看作是一个整体的话 D和E也看作是一个整体的话 是那就相当于前面所说的 所学习的单向资产的非货米资产交换 如果在账面价值提量的情况下 换进来的D和E的组合体 它的入战价值 D和E的整体的入战价值 等于什么 等于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 就是A加C A加B加C的账面价值总额 如果不考虑税费 不考虑补价 是不是这样的 那今天问题是什么呢 我换进来D和E是两个资产 我们必须要把两个资产 分别是多少算出来 那没关系 那就把换出资产的总额 本来是按照ABC合在一起的数字 作为入战价值 但现在是两个资产 那必须要把两个资产 分别是多少算出来 那就按照D 占百分之多少 亿占百分之多少 就可以了 那么一个问题就来了 有中学说 不是扎面价值计单吗 扎面价值计单 有可能换入资产 和换出资产的 公营价值均 不能可靠计量 你公营价值都不知道 你怎么刚才说 按扎面价值 按照比例来算的 有这个可能 完全有这个可能 那为什么书上说 公营价值呢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 如果不具有商业实质 但是换入资产 或者换出资产的 供应价值能够可靠计量 那是不满足条件的 是不是 也是不满足 前面所讲的 供应价值计量的条件 供应价值计量 要求既要具有商业实质 而且供应价值 换入资产 或者换出资产的 供应价值 要能够可靠的计量 那既然不具有商业实质 虽然你换入资产的 供应价值知道 换出资产的供应价值知道 也不能按照供应价值 而只能按照 扎面价值计量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要按照扎面价值计量 但是换入资产的 供应价值是已知的 所以有可能上到百分比算 是不是 那么反过来讲 如果供应价值 并不能可靠计量 那就按照别的方法 我们初上讲了一个方法 我觉得不是很有道理的 他说什么呢 你看他这写的 他说如果换入资产的 供应价值不能可靠计量 那就按照换入资产的 原扎面价值所上的比例 有同学说 有道理啊 你供应价值不知道 那就按照扎面价值比例来算吧 但是要知道一个问题 你换进来的资产 我本身哪有什么扎面价值 你要说扎面价值 这一定是谁的扎面价值 一定是对方的扎面价值 就像我刚才在这写的 已经删掉了 对甲来说 他把A加B加C三项资产换出去了 是不是啊 A加B加C三项资产给换出去 然后换了个什么 换了个乙公司的D加E两项资产 D加E两项资产 那么今天对甲来说 他要算D等于多少多少 E等于多少多少 是不是这意思啊 我们要算D和E分别是多少多少 那么刚才说了 要按照比例来算 公民价值假定又不知道 假定公民价值不能扣靠进来 所以我们书上说按语言扎面价值 那其实这个语言扎面价值 只能找谁去啊 假公司 要向乙公司咨询的 在您的扎面价值上 扎面价值是多少啊 当时那个D啊 E啊 其实人家扎面价值 合理不合理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是不是啊 其实不一定的 所以我们书上又说了 或其他合理的比 所以在15当中 我们可能要跟职业判断了 这个知道一下 这是打消有的同学的困惑 第一 你是扎面价值 你怎么有公民价值呢 完全有可能是有的 所以这个是可行性的 是有可能的 第二 还真有有些情况下 不知道公民价值 所以按照语言扎面价值 那语言扎面价值 我要不说的话 你可能说那当然了 公民价值不知道 所以我就按照公民扎面价值 其实在15当中 对加来说 想取得语言扎面价值 算比例还挺困难的 因为异公司可能不告诉你 因此怎么办 那就是其他合理的比例 好 知道一下这个问题 从考试角度来讲 我们大致知道一下 这个内容就可以了 只是有个同学在学的时候 上于思考的同学 反而会想出这些问题 不思考的同学呢 想不到这些问题 但是你在做题目时 你不思考的话 你其实你很多东西 你就想不到 可能就没有学深入下去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思考 发现问题 好 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么接着给大家写一下 分这个计算的公式吧 就理个公式 整理一下 换入资产的入端价值总额 等于换出资产的搭面价值 因为不能以供应价值计量 所以我们以账面价值计量 此时就以换出资产 账面价值为基础来算 收到补价要减去 支付补价要加上 这是前面讲过的 如果有补价的情况下 完全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个地方是 支付补价的情况下 是账面价值 收到补价的情况下 是供应价值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算出一个总额 因为现在是多项资产 多项资产 所以我先算个总额出来 然后把这个总额 按照各项资产所占的比例 请一分摊 就像刚才所说的 D比上D加E 假如换入资产的 供应价值是能够可靠计量的 考试提议班怎么出呢 就像我刚才假定的 不具有商业实质 但是换入资产 换出资产的供应价值 是能够可靠计量的 所以就可以按照这个百分比来算 然后有税费 再把税费加上去 这个道理我前面说过 现在也是这样的 在这儿 请大家注意 在换入资产入资产价值总额的时候 这个税费是不能加的 请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税费是不能加的 我前面说过这个道理 因为如果在单向资产的情况下 是可以的 单向资产的非货民资产交换的情况下 换入资产入资产价值 等于换出资产的单面价值 收到国家要减去 支付国家要加上 然后有税费 加上税费就可以了 是不是 但是现在是多项资产 就像前面讲的一样 多项资产的情况下 这个税费呢 你先不要加 你加了以后 然后比如说这个税费是逆发生的 不是逆发生的 但是你把它加进去了以后 喊在这里面了 喊在这里面 然后按照他们俩的比例 逆分了一部分 逆分了一部分 那就不合理了 因为这都是逆发生的 你怎么有逆承担呢 是不是 所以这个税费先不加 后面把每一项资产算好了 入资产价值算好了 谁是谁 是谁的 就加到谁的站上就可以了 第二件事情就是在 账面价值计量的情况下 其实是不确认损益的 行 那么其实是多项资产 我们也不确认损益 那么你把这个补价 应收账款 转任出去了 也算直接按账面价值结果 不确认损益 那这个讲完以后呢 我在这也不再举例子了 虽然教材上有立体 有这个立体 但是我在这不花这个时间 相信你能懂我的意思 还是强调一点 请大家重点掌握前面的 公允价值计量 所有内容 反正这要是公允价值计量的 所有内容 肯定必须要全部掌握 那这也讲完以后呢 也是给大家再归拉一下 那就是多项资产 我们前面给大家归拉了一张 表示单项资产 非货币资产交换 那现在归拉一下多项资产 包括上一节课所讲的 公允价值计量 包括这些课所讲的 张面价值计量 全部比较一下 先看第一种情况 以公允价值为基础计量的 会计处理 在涉及到多项 非货币资产交换时 也是分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 以换出资产的 公允价值为基础计量 第一件事情 换入资产的 入战价值的确认 也就是它的入战价值 出市计量的金额怎么算 第一步 先算出换入的非金融资产 入战价值总额 先算出来 怎么算 等于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总额 收到补价要减去 支付补价要加上 换进来有金融资产 剔除掉 单独算 所以减去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 好 这是第一步 把总额算出来 然后第二步分摊 某项换入非金融资产 它的入战价值 等于刚才的总额 乘以换进来的 非金融资产 各自所占的比例 那么每个人分摊多少就出来了 分摊额 这个分摊额呢 再加上各自的相关税费 如果有的话 就算出换入的非金融资产 各自的入战价值 另外换进来的金融资产 那就按照金融资产要求来做 这个就很好理解 那其实就是按照公允价值入战 再看第二件事情 那就是换出资产 前面第一件事情是算换入的 换入资产成本 第二件事情 那就是换出资产的损益 这个比较好办 换出的某一项非金融资产 它的损益等于换出资产的 公允价值减去其占领价值 再减去相关税费就可以了 如果换出的是金融资产 假如有金融资产也一起换出去了 那么就按照金融资产重置确认 比如你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那么这个确认的差额要进入什么地方 要留存收益 按照金融工具的要求来做 如果是其他债权投资 那这个损益要进入投资收益等等 同时还要注意 这个其他综合收益也要相应的节奏完 能够转损益的不能够转损益的 根据各自金融资产要求来做就可以了 再看第二种情形 如果换入资产的公营价值更为可靠 则以换入资产的公营价值来计量 此时第一件事情 换入资产的入战价值在计算是反而简单了 因为我们要说换入资产入战价值 你的换入资产的公营价值又更加可靠 所以就直接以换入资产的公营价值来算就可以了 不需要什么计算的 就直接以它的公营价值来入战 然后有税费算税费就行了 第二件事情 如果有金融资产换进来 那么金融资产前面说过 以公营价值入战 按照金融工具准则来要求会计处理 在换入资产 在以换入资产公营价值为基础计量的情况下 其实第一件事情比较简单 它比较麻烦的是第二件事情 那就是换出资产的损益 因为没有换出资产的公营价值 不能以换出资产的公营价值直接算 而是以换入资产的公营价值为基础来算 所以呢 先要计算换出的非金融资产公营价值的分摊总额 等于什么 等于换出资产的公营 等于换入资产的公营价值总额 注意符号反的了 收到补价要加上支付补价要减掉 都是减去它的公营价值 另外有金融资产 换出去的资产里面有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单独按公营价值算 所以把它再减掉 这样就算出分摊额 分摊的总额 第二步就分摊 把刚才算出来的分摊总额乘以换出的每一项资产 比如A占上A加B 占这个A加B的比例是多少 算出这个百分比 这样就算出什么 算出换出去的A的分摊额就可以了 其实算这个什么呀 算这个分摊额就视为是A的换出资产的公营价值 视为是它的公营价值 所以第三步我们算它的损益就好办了 分摊额视为是换出资产的公营价值 减去换出资产的当面价值 有税费再减去税费就算出损益了 另外换出的金融资产 这个毫无疑问 就按照金融资产要求来做就行了 好这些是第一种情况 以公营价值为基础计量 包括两种情形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接下来第二种情况就是刚刚学习的 以账面价值为基础计量 账面价值基础计量 其实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只要计算换入资产成本就可以了 既然涉及到多项资产 我们现在归答的是多项资产 那么此时一步先算出换入资产入战价值总额 等于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总额 收到补价要减去 支付补价要加上考点就是这两个 支付补价要按照价面价值的计算 收到补价再减守按照公营价值解 这是第一步总额算出来 第二步就是分摊 分摊出每一项金融资产入战价值 有税费再加上税费 这样它的入战价值就算出来了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和前面讲的一样 只要是价面价值计量换出各项资产在终止确认时 都不算损益 视为直接按照价面价值的节奏 你看这个换出资产 按照价面价值来算的 包括支付的补价 也上上价面价值来算的 也就是说按照价面价值把它俩全部截掉 没有损益 这就是给大家归纳了一下 涉及多项非货民资产交换的情况下 供应价值计量 以及价面价值计量 分别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其实对我们这一章来说 关键就是刚才所讲的这些公式 这里面有个过程 如果单纯只看公式 公式是比较什么枯燥的 但是我们把这个公式落实下去 结合立体 你发现其实都是相通的 从前面单项资产到多项资产 从前面不涉及补价到涉及补价 其实他们的到原理都是相通的 好了 那么接着这张表最后一个提示 上述的换公式当中换出资产 或者换入资产的公营价值 均不包含增值税 其实有啊 我们前面不是有公营价值计量的内容吗 另外呢 支付的补价的公营价值里面 也是不包含增值税的税差的 这个我们前面也讲过 只要再算这一些 只要我们公式里面所讲的公营价值 都是不含税的 好 那么到这儿为止呢 实际上我们给大家归纳了一下多项资产 非公民资产交换 如果设计多项资产 在公营价值计量的情况下 以及在占面价值计量的情况下 分别怎么样进行会计处理 还是给大家提醒一下 重点掌握 以公营价值计量两种形形 包括以换入资产公营价值计量 包括以换入资产公营价值计量 那么讲完这些 那下面给大家也是小结一下 这一章我们主要掌握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是非货币资产交换的概念和认定 这个可以考一些客观题 选择题 那下列哪些属于非货币资产交换 或者说适用于非货币资产交换准则 或者说不适用于非货币资产交换准则 也可以考一些更简单的 那就是哪些属于非货币资产 或者说哪些属于货币资产 今年呢是两年以后 等于新修改的章节了 因为前两年没有 所以这一章呢 出题的概率还是非常大的 第二点是掌握非货币资产交换 具有商业实质的条件 具有商业实质的条件 两条 两个条件只要满足一条 就具有商业实质 一个是比较它的未来经济流量 在风险上时间分布上 金额方面显著不同 第二是比较什么 是比较的是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而且是按照税后的现金流量 那进行比较 然后呢 我们要掌握不涉及补价的情况下 非货币资产交换 以及涉及补价的情况下 其实两个都要掌握 这其实是通的 你不涉及补价这个基础 然后在不涉及补价的基础上呢 再考虑补价 收到补价要减去 支付补价要加上 我们再算换入资产成本的时候 那就把补价加进调进去就可以了 随后呢 我们还要掌握 虽然叫熟悉 但实际上我们还是要掌握 多项资产 多对多的非货币资产交换 当然这里面 要重点掌握是光影价的计量 也就说我前面提示大家的 你只要把我们上课这个讲义上这道立体啊 多对多的那张表画出来 然后那道立体独立的做一下就OK了 然后做完以后呢 复习完以后呢 我们接着是第三件事情 什么叫第三件事情 大家还能理解吗 第一件事情是听课 第二件事情是刚才我说的要课下 听完课以后要复习 把讲义上题目做一做 这是第二件事情 把讲义上这些公式啊 要理解 我们在做题目时 我们自己要用这些公式了 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就是 开始要做题目了 你们要去做这个轻松过关一啊 轻松过关二的题目 这里面呢 就涉及到 有多项非货币资产交换 重点掌握光影价的计量就OK了 好 那么这一张内容我们就学习完了 这节课我们就到这 下节课我们再见 拜拜